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教大家煮的是 番茄炒西蘭菜花蛋 現在我們先看看 我們要準備什麼材料吧 首先我們要準備的材料就是 西蘭花 第二樣就是番茄 還有就是雞蛋 我們就來看一下 看要怎樣切開 首先先把番茄洗乾淨 之後切一半 把頭切掉 再把它切片 不需要太大片哦 切出個這樣子就可以了 把番茄炒 切好了 現在來清洗雞蛋了 首先在一個盆裡 加入清水 把西蘭花 切好的西蘭花 放下去 盆子 盆子 放下的三顆蛋 打入碗中 放下三顆蛋 打入碗中 油 胡椒粉 胡椒粉 這些就是我們所需準備的材料 還有呢 我們就是要準備 木薯粉水 加一些木薯粉 不需要太多 不需要太多 不要加濾水 清水 清洗就可以了 攪拌均勻 現在我們就要開始炒啦 熱鍋 然後 放入少量的油 然後 Romain 放入少量 放入少量 水 都不需要太多 放入少量 日本一升 炒 切粉 一点糊 不僅是休息 大干净 小丝不可以了 可以放笔一开 放一点 放入有下去 它会太圆了 放入水 放入水 现在慢慢让它滚 在等待 我们把鸡蛋添加 我们的菜已经煮了 现在看看它够软了吗 它够软了 现在加入调味料 蚝油 如果你要做蚝油也可以用 做蚝油 因为我加了蚝油 已经完了 就用蘑菇粉 加了蚝油 还有放入鸡 放入鸡 倒入鸡 放入鸡蛋 再加点 再加热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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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手指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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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Robin Jetzt